南加州 洛杉磯總領事郭兆春里申招待會 和領區政商橋界代表相聚一堂 為了歡迎中國新任駐洛杉磯總領事郭兆春大使道任 總領館在4月20日晚 在洛杉磯環球影城希爾頓酒店舉行盛大的招待會 郭兆春大使鞋和夫人王薇和來自領區 州、郡、市政要和各界人士大約600人友好會面 郭兆春大使發表詞中表示 他有幸在中美關係發展的關鍵時刻 和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建管35週年之際 來到天使之城洛杉磯就任總領事 深感到使命光榮 責任重大 希望和領區各界共同努力 不斷推進領區各地和中國的友好交流和務實合作 為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郭兆春大使在今年2月1日抵達洛杉磯里申 他生於1968年2月 是國際公共政策碩士 曾任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參贊 外交部領事司、副司長、司長 2019年出任中國駐津巴布偉大使 在導任後的2個月時間裡 他已經參觀了比亞迪電動巴士工廠 聖地亞哥動物園長灘港 並且訪問了領區的大學和飛虎隊等 在過去的2個月間,從我起立了大臉 我甚至感到大臉 我已被感感到關於 高雙高住和責任的民間 開機的生活、多彩性的大量 也那個敏感、很高的反應 大量的交易和合作 加上大量的確定 的確定之間 由中國和美國 都慢慢保持持有益 親自到場並且上台足學的民選官員有 加州眾議員方樹強 科欣郡郡政委員佩雷斯 美國國務院領團辦洛杉磯辦公室主任Denis Shen 加州副州長辦公室國際事務主任李德 洛杉磯郡禮賓部長薩博 洛杉磯市政府貿易投資主任比德森 蘭卡斯特市長柏里斯 以及前加州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克茲伯格 大家都表達了對郭小春大師夫婦的歡迎 並且希望中美關係可以健康穩定地發展下去 我們下一段被更多的華人社團接觸 聽取大家的意見 總而言之 一定把我們在有區內的中央公共的服務 做到最好 謝謝 天下維持編輯報導